在争奪战第二轮的比赛 这是B组的第一场比赛 我们的解说嘉宾是斯神方便 大家好 我是方便 来 这一轮比赛当中 两个人如果谁获得了胜利 谁就进入到下一轮了 红方选手是郑军锋 蓝方选手是极夺一步 郑军锋给我们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这个身材比较好 然后肌肉的维度比较大 对 好像根本不是打603的这个级别的 对 他在上一轮是战胜了王万里 是这个组当中他年龄最大的28岁 但是他是一个武术全才 他参加过武林龙中队的比赛 当时的战绩是两胜一负 所以说他就是习练过传统武术 还有这个综合格斗 手泰拳散打力量上是有绝对优势 蓝方选手是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 战胜了刘春瑞 拿到了三分 也是2019年全国自由波及锦标赛63.5的季军 也是具备一定实力和能力 两个人上来 其实都没有找到比赛的感觉 现在还在试探 还在这个找这种进攻的距离 这种节奏稍微有点慢 能够感觉到这个阵运分 要比对方真的打这么一圈 是力量上面有一定优势 还在测量距离 尤其是这个传统的优势对左势的时候 这个时候真的需要一点点时间去调整一下 突然的距离 整个的距离和出动作的这个感觉 可能就和之前不一样 要重新的给自己一个定位 跑到后之前有栽动 前百点有命中 两个人单个动作的这种爆发力和启动 都是比较快 是 这个对方冲上来了以后 再收腿的话 重心丢了 这个是 两个人重新 两个人都踢后扫腿的话 终于磕到一起 同时踢腿 对 好 还有十秒 第一回合 放过十秒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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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回合 两个人其实都没找到感觉 对 参同又是对阵左势的时候 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去适应和调整 喂 我个人觉得阵军分有这种力量和身体上面的冲势 还是应该要压制对方去打 要 还是要积极主动一些 你看总给对方这个距离 不往前进攻 对 不要等 还是不能等 三个 先不要找单击 启动要比对方要稍微慢一些 嗯 又是低扫 刮到了 好 刮到了进击部位 是 尤其是这个右势对左势 对 就特别容易这样 特别容易 就是你 这个低扫腿的时候 其实你的距离和高度都是控制好 但是对方可能进攻 但是一进攻的话 这个这个这个让你这个点就模糊 是 嗯 嗯 说不凉大臣就出动了 你还了一个吗 哈哈哈 看来也是无意的啊 踢到大腿了 是 没问题 只是没问题 你看他的身体反应就能够感觉到 对 他没有那么的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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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君锋 郑君锋就是他 他就是当我们讲的会慢一些 对 他是什么意思 他是想要找准机会 然后尽快的结束比赛 我觉得他还是距离感稍微差一些 没有距离 嗯 就先来 克希 好 现在我们进入到得市 六十三公斤级超级进入网 金腰带争夺的第二轮的比赛 现在这个红方选手 郑军风 蓝方选手是极多一步 两个人目前是各级三分 极多一步 从名字来看就是少数民族的选手 宜族的宜海飞鹰 所以在这个擂台上真的是 少数民族的要相对于少一些 对 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的运动员 拳手能够登陆到这个比赛当中 是 他都没有打进去 对 都是拳我觉得就打了一半 第二轮的这个十秒 都是想去控制好距离 然后不给对方距离 就是作为郑军风来说 有这种力量上 你就是还是要更积极一些 向前一些 因为这场比赛 其实对于双方来说也很关键 谁已经赢得了比赛 现在谁就进入的下一门了 对 好 这是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对 就是看这一回合两位会怎么打 因为前两个回合总觉得就不过瘾 对 就觉得差那么点意思 对对 就是拼打的那个感觉稍微差了这么一点 对 就是总想着 总想着去找距离 找距离 其实你拼打起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距离自然而然就有 对 对 好的一个小勾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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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又有了后置前板 这个时候 郑君芬在拳法上面有一些优势了 看看能不能继续持续的扩大这种优势 比赛后直 在这一回合当中 郑君芬的力量上面的优势展现出来了 尤其在拳法上面 好的变现机 这个小腿没有发出来的力量 好 霍之旋 没有把身体压过去 对 助理教练在喊郑君芬不要往后退 其实他确实不能往后退 对 他只要退 其多一步就会追上来 对 追上来的话 就会这种距离感就丢掉 是 郑君芬还是犹豫啊 对 就是没有那么多手段 这个摆拳再放开一点会更好 好的 追了一个后支拳有打到对方的头部啊 有个后仰的动作 反击不错啊 好的连续的后支拳的这个反击 还是要再放开一些 因为所剩的时间不多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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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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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0秒了 10秒了 10秒了 拼了拼了 要拼了 都想着在最后10秒钟要给 要给观众给裁判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哎呦 如果整场都是这样的节奏 都是这样的节奏 最后的这样的节奏就好了 好 就是 没有把自己所有的子弹打光 其实两个人感觉还有所保留 我觉得 对 嗯 对 就像这个 极度一部说的 我没法跟他打 嗯 他的这个力量太大 然后这个 感觉这个身体的这个优势比我大一圈 不太不太好打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二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三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三十比二十七 比赛结果 同方上 有请 三十四